毫无聊推动家庭共享阅读的行动 吉安乡立图书馆特别和周大观文教基金会正式签署 协定成为姐妹馆 除了提供民众更多元丰富的阅读资源 吉安乡图书馆也会持续的开办 更具创意的同乐共读 亲子互动等系列课程 在乡亲的共同见证下 吉安乡长游淑珍和周大观读出希望中心主任金心梅 正式签署姐妹图书馆协定 双方未来将透过资源链接与共享 吸手推动阅读服务 我们书的话目前这边大概200多本 然后我们每年大概都有新的热爱生命奖案的故事 大概有十几册 那障碍说我们姐妹图书馆是 第一个我们送的一个对象 那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是国外的热爱生命奖案得主 刚好那个时间有到花蓮来 我希望他能够到吉安图书馆来这边 第一线跟我们的吉安的乡亲 小朋友也好家长也好 爱读志工也好 有一个面对面的交流 活动中周大观文教基金会成员 唐宝宝天使周以嘉 也带来萨克士风的精彩表演 展现出不像命运低头的坚韧精神 非常感谢周大观文教基金会带来了希望 带来了正向的人生 我相信在大家充满绝望或者是充满伤心的时候 一本书可以寄住一个人 展开希望的翅膀 飞向一个正向的人生的开始 也勇于挑战任何的瓶颈跟困境 周大观文教基金会在1997年成立 以热爱生命快乐生活为宗旨 提供弱势族群和偏远地区孩童 更多学习机会和阅读空间 并出版了许多优质作品 希望透过文字帮助大家能更勇敢地面对 所面临的困境与低潮 记者 徐立琴 吉安相报导